1993年,钟丽提参加了国际华裔小姐选美比赛,结果一举获得冠军。 钟丽提凭借靓丽的美貌和迷人的身材成功进入了演艺圈,并一举改变命运。 后来,钟丽提相继拍摄了多部经典影片,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性感女神。 事业上如此成功的她,感情世界却是充满了坎坷与伤痕,让她一度陷入了人生困境。 两次离婚,生下三个女儿,钟丽提成了一个坚强的母亲,也成为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女人。 直到46岁那年,钟丽提才终于遇到了真命天子,嫁给了小自己12岁的张伦硕。 这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,因为两人有着很大的差距,可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和欣赏。 两人相亲相爱至今,钟丽提也逆袭成了幸福的女人。 钟丽提是个混血儿,父亲是中国人,母亲则是越南人。 所以钟丽提自小就是一个美人陪子,而且非常有自己的想法。 她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,父母都是商人,所以家境很好。 钟丽提除了长得好看,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,毕业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工商市场系。 有美貌,有学识,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,钟丽提不会和演员产生关系。 但命运除了巧合,也要靠自己去争取和改变。 钟丽提在不经意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1993年,正在念书的钟丽提看到了国际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的消息,于是内心开始蠢蠢欲动。 她将想法告诉了很多好朋友,然后得到了很大的鼓励,都建议让她去尝试。 于是,钟丽提远赴香港参加了比赛,没想到直接掌握了国际华裔小姐冠军。 那一年,钟丽提还获得了蒙特利尔华人小姐称号和国际华人小姐称号,名气大增。 要知道,李嘉兴也是国际华裔小姐的冠军,随后正式出道。 钟丽提也顺利进入了娱乐圈。 那一年,钟丽提23岁。 钟丽提凭借靓丽的外貌和性感的身材,很快就获得了影视公司的青睐。 刚出道,钟丽提就备受公司推崇,让其出演了女主角。 1994年,钟丽提与郑一剑、京城武等人合作,出演了电影《人鱼传说》。 凭借美艳又纯美的小美一角,钟丽提直接一炮而红,开启了性感女神之路。 所以,钟丽提的起点相当至高,也是极度幸运的人,她的演艺事业也一发不可收拾。 随后,作为香港电影界宠儿的钟丽提,又相继出演了多部经典作品。 比如《九品芝麻关》之《白面包今天》、《破坏之王》、《功夫小资闯情关》等等经典电影,事业一路顺遂。 而她和李连杰一起合作主演的电影《钟南海保镖》,更是让她的事业达到了顶峰。 因性感而成名的钟丽提,在1999年获得了亚洲最性感女人之一。 而演艺事业一直飞奔的钟丽提,却因为两段不幸的婚姻开始低迷一时。 钟丽提性格好,人缘也好。 她在拍摄《破坏之王》时,周星驰也非常喜欢她。 拍摄电影期间,黄一山曾说, 她的脾气特别暴躁,只有钟丽提在的时候,周星驰才有所收敛,大家就可以少挨骂。 只不过,钟丽提和周星驰也只是保持朋友关系。 就像周星驰说的,她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了,我们是好朋友。 直到1997年,事业正值鼎盛的钟丽提突然怀有了身孕,让人大为吃惊。 原来,钟丽提遇到了格林罗杰斯,两人情投意合走到一起。 格林罗杰斯是比利时人,对钟丽提一见倾心,并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那时候,钟丽提常年忙于事业,内心极度渴望有一个爱人陪伴她。 于是,格林罗杰斯出现了。 格林罗杰斯的温暖与陪伴让渴望爱情的钟丽提沦陷了,不顾一切与她相恋。 所以,两人相恋了仅仅三个月便结了婚,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生活。 结婚后不久,钟丽提便怀了孕。 1998年,生下了女儿亚斯密尼,如愿成为了母亲。 有了孩子后,钟丽提开始减少拍戏,想要一心一意过上相夫教女的生活。 可好景不长,钟丽提和格林罗杰斯的感情出现了矛盾。 2002年,两人因为性格不合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,最终结束了这段婚姻。 那一年,钟丽提32岁,开始独自带着女儿生活,成了一个坚强的单亲妈妈。 经历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后,钟丽提的生活只有女儿和事业,同时也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。 有了女儿后,钟丽提不得不重新拍戏,因为她要给女儿更好的生活。 就在事业重新启航之时,钟丽提又遇到了第二个重要的男人,就是严征。 严征是一个音乐人,给刘德华还写过歌,只不过比钟丽提的名声要小太多。 一开始,严征只是和钟丽提做朋友,两人无话不谈,在精神上相互抚慰。 后来,严征鼓起了勇气向钟丽提表白,两人的感情开始迅速升级。 钟丽提因为离过一次婚,对爱情和婚姻有了一些谨慎和敏感,可终究没能抵抗对爱情的向往。 两人相恋后,在2004年结了婚,钟丽提再次踏上了期待的婚姻生活。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,钟丽提这一次依旧在婚姻的枷锁中受了伤。 为了能够照顾家庭,钟丽提又开始淡出娱乐圈,开始全力支持严征的事业。 可是严征的事业始终没有太大起步,女强男弱的婚姻让严征倍感压力。 钟丽提曾说,出席活动的时候,别人都只是记得她是钟丽提的老公,这对她很不公平。 或许是因为要稳定这段婚姻,钟丽提先和我严征生下了两个孩子。 2008年,钟丽提生下了二女儿考拉,又在2010年生下了小女儿严志玲。 至此,钟丽提也成为了三个孩子的妈妈,这也让她的婚姻出现了敏感。 第一段婚姻,钟丽提和前夫格林罗杰斯生下了一个女儿,而严征自然就成了继父。 或许是因为孩子的原因,钟丽提和严征开始出现了矛盾和摩擦,两人的婚姻出现巨大危机。 到了2011年,钟丽提和严征离婚,结束了七年的婚姻,独自带着三个女儿生活。 那一年,钟丽提已经41岁,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,钟丽提心中充满了失落,唯一的精神支撑就是三个可爱的女儿。 离婚后,一个人抚养三个女儿压力巨大,但也只能独自一人撑着,为目则刚。 没有人天生坚强,钟丽提也曾感到过孤独和无助,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呵护自己。 可一天天见着孩子们长大,再多的心酸与泪水都是值得和幸福的。 本以为这一生都不会再遇到真正的爱情,没想到上天终于给她送来了真爱。 2015年,钟丽提参加综艺节目《如果爱》,遇见了一生所爱张伦朔。 两人在节目中组成了一对情侣,没想到两人把爱意延续到了现实中。 张伦朔比钟丽提小了12岁,是一个帅气阳光的美男,演过不少影视作品,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。 节目中,张伦朔一直将钟丽提当作自己的女神,所以一直对其有好感。 在相处的过程中,两人兴趣相投,性格也比较合得来。 未婚的张伦朔主动对钟丽提表达了爱意。 虽然钟丽提也对张伦朔充满了好感,但她也有很多顾虑,害怕不够般配。 她觉得,自己离过两次婚,带着三个孩子,还比张伦朔大了12岁,现实中不可能接受。 可张伦朔却不顾及世俗的差距。 她觉得自己是发自内心爱上了钟丽提,对爱情始终抱有期待,或早或晚,真爱都会出现。 张伦朔的真诚与爱意彻底打动了钟丽提,她决定为了爱情再度勇敢一次。 不过两人相恋后,很多人并不看好,还对他们的爱情产生质疑。 觉得张伦朔只是贪图钟丽提的名气,为了力而不是爱。 张伦朔的父母一开始也并不同意,可钟丽提用实际行动感动了两位长辈。 钟丽提温柔、善良、孝顺又开朗。 张伦朔的父母才彻底从心里认可了她。 2016年,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。 钟丽提带着三个女儿大方嫁给了张伦朔。 那一年,钟丽提已经46岁,带着所有的爱意与期待开始了第三段婚姻。 两人结婚后,张伦朔对钟丽提宠爱无比,而且将三个孩子视如己出。 钟丽提很爱张伦朔,所以她也想为张伦朔生个孩子。 可现实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像我这个年龄,再孕育宝宝风险很大。 所以钟丽提和张伦朔一起商量后,决定不再生孩子。 张伦朔更是安慰钟丽提说, 咱们已经有三个女儿,就别再生宝宝了。 我父母的工作我去做。 张伦朔的理解和偏爱让钟丽提感到无比幸福。 两人的婚姻一直和谐稳定,没有矛盾。 张伦朔的父母也理解儿媳钟丽提的难处, 所以也不再刻意要求他们要孩子的事情。 两人结婚至今,始终恩爱无比。 曾经的那些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。 张伦朔也成了大家眼中的好男人。 兜兜转转半生,钟丽提在历经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,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。